我這個計畫本身 我就沒有想要讓它在博物館、美術館發生 我就要讓它在公共場所發生 這是一開始的構想 Public Art 對對對 因為我就想說美術館博物館當然是我們很熟悉的那個 可是我覺得一般觀眾還是希望在他的生活裡面 然後我又很貪心 我就挑了一個東京最可怕的地方 就Tokyo Aki 就是東京車站 那你也知道東京車站本身就是一個古蹟 那它幾十年也是 就十年前它還整個修復完成 它那個整個area那個 那東京車站它這邊的出口就是Malunauji area 就是丸之內 丸之內其實就對著行信通 然後就對著天皇區 就是天皇的皇區 所以它是日本最重要的政經的一個很重要 淡黃區 這樣就淡黃區 對對對 淡黃中的淡黃區 而且是日本最象徵意義的地方 那我就挑了那個地方 我就想要在那個地方做我們的台灣 那可能沒有一個國家在那邊做過這樣的活動 連日本人他們自己的藝術活動也很少在那個地方做 所以我當時跟他們提這個計畫 說他們日本人有點嚇到 不過他們也很支持就對了 所以他們也覺得很好 因為他們其實也覺得說 希望在那個Malunau area 這邊可以增加多一點藝術方面的東西 因為它太硬 太激烈 然後希望可以這樣 他們也覺得很棒 然後聽到我的計畫 說他們也覺得很好這樣 所以我們就一拍即合 所以就跟東京都政府也好 或者是你知道那東京車站前面出來的那個Malunauji 就是那碗子內 他的左邊出去就是Kite Kite就是日本的百年的 就是日本最大的郵局 然後他就是也是修復完成以後就是古蹟在利用 然後背後面就是Kumakengu 就是魏緣武的一個新的作品 整個共構起來 所以那個建築本身現在就是日本一個很重要的地標這樣 那裡面的空間當然 裡面就是一些日本現在最有創意 最有美學的這樣子的一些相關的 當然也是一個公共場所這樣 然後他的二樓 他的二樓跟三樓就是那個東京大學總和文化博物館 就是其實是我的母校的博物館 就是東大博物館的分館就在那裡 然後他叫Internetia Deck 他就是一個就是這個 就是東大這個總和博物館這個館長叫Nichino 其實也是我的好朋友 那他本身是留化的一個藝術史學者這樣 然後他這個人非常有就是很有概念 然後他也很愛台灣 跟台灣的關係很緊密這樣 然後他雖然處理東京大學的那個總和文化博物館 他是一個非常總和型的博物館 因為東大嘛 他是一個各個學們都在裡面 一個博覽的展示 包括人類學包括什麼科學自然 然後包括人文都在裡面這樣 可是因為他本身是藝術史專家 所以他對美學概念是非常好的 然後這個Nichino上呢 他其實跟天皇的家族關係很好 特別是現在的那個秋條宮 就是現在的天皇的弟弟 他們兩個都是共同在東大開科的 所以他就勢力很龐大就可以了 所以他才能夠爭取在那個吉田 那麼重要的那個 當時他在做古蹟修復的時候 他就已經要了那個二樓三樓 成為一個東大的博物館的封館 要不然別人一定沒有這個能量 可以去搶到那個地方 就是有錢也買不到 對 那裡面有特殊的關係 那邊就是東大的一個燈館在那邊 然後他叫Interminal Deck的意思就是說 他其實是結合科技跟美學 他其實就是找了那個三本博師 Sukamoto Hiroshi 其實是我很喜歡的一個日本藝術 其實在國際上也很有名的一個大藝術家 他本身對影像的製作是很強的 所以他裡面所有的展出的那個 就他把那些就是不管是礦石 或者是我們認為本來是很科學很技術的東西 都拍成藝術品就對了 因為三本博師是很厲害的一個藝術家 所以那個二樓跟三樓的那個展示是很特別的 然後當然也結合科技 所以才叫做Interminal Deck 所以我就挑了那個地方就對了 就是說我要那個 就是東京車站前面的那個丸子內的那個區域 第一個場所就是Kite 就是我講的那個 然後裡面它的那個大中庭 大中庭然後二樓三樓 就是這個東京博物館 東京大學博物館的分館 就是我的展場就對了 這是一塊 所以我們連線就連到那邊嗎 對對對 它是我們在東京的會場 那很特殊的地方 東京的會場 對 可是我本來還沒有遇到疫情之前 我們的會場除了那裡之外 還有一個就是東京車站前面的那個行信通 行信通就是要直通天皇居的一個大道 大道就對了 然後通常如果日本他們的這個 就是外國使節 就是住日本的外國使節 他們來商論的時候 一定要遞交佛書 就是會從東京車站坐那個馬車 K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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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o 然後就經過那個行信通 然後經過二重橋 然後進入到日本皇居給天皇 所以它是一個 日本也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大道 我就要在上面演歌仔戲就對了 我本來就是要在那邊 用一個台灣的藝術創作在那個地方 Facial contemporary 對 非常 contemporary 而且非常的那個 可是他們當時會接受我的計畫 所以當時日本算是對台灣也是很友好 那所以他當時 因為那時候還沒有疫情嘛 那本來就是7月就是奧運 然後5月在最好的時間點 我要做這麼大的台灣的活動在那個地方 他們當然也會擔心是中國的抗議 對 一定的 所以他們就為了 除非就不進場了 對對對 那中國一定抗議的 所以他們就為了要讓台灣鬧可以順利上 可以完成 他們就成立了一個叫Ajiano 實行委員會的一個委員會 就為了包裝我 看起來都有 對對 看起來都有 他就說好 那我們就有一個Ajiano 那第一彈就是台灣鬧 如果中國來抗議說 那你們就當第二彈 你們自己來啊 對對對 就用這種方式解決這個問題 所以其實我們很有默契 當然因為我跟日本的關係很好 他們也都很全力協助這樣 所以這個是 我現在講的都是 還沒有疫情之前的事情 我們慘遭數位轉型以前 慘遭數位轉型 結果呢 結果就這個 所有的美夢 就這個 那本來我們都處理得差不多 然後結果就 就沒想到疫情來襲 疫情來襲之後 本來除了那個之外 還有它的Nakatori 就是一些台灣的 就是它其實一個非常綜合型的藝術的 當代藝術的 然後特別還有一個重點 它是一個共創型的技術計畫 就是說我一直強調說 國際的交流 其實不要是單方面的 我覺得台灣有時候 我們太過於想要表現 想要輸出 想要表現 沒錯 偏偏告訴人家說我是誰 我是誰 可是問題是大家的這種文化落差還是很大 他其實很難理解你是誰 不如我們出珍珠 他們出披薩 對對對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所以我這次的策略就是大家合作 共之共創 所以我現在等一下會跟政府說明 我們所有的計畫 從一開始就是合之共創的概念 就是兩邊的藝術家一起來合作 包括我說要在那個洗面通上 演那個很大的台灣的歌仔戲 我就故意要讓台灣歌仔戲 上那個場就對了 但是呢 這個是口罩套還是口罩 口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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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罩還是口罩 感覺是制服好像應該換上哪 畢竟冬奧已經過了 我看他們已經在take了 所以我們還是 我用很快的速度跟你講 我知道因為我知道你超級聰明 所以我知道我用很快的速度跟你講 很多事情你都會吸收得到 我覺得你已經放慢了 超ok 所以我用很快的那個 這可能幫我收到旁邊 謝謝 好 總之呢就是 所以我剛才講到那個 連那個歌仔戲的演出 其實也是一個很大的共治共創計畫 就對了 就是我找了日本的一個藝術家 叫劉美虎 劉美虎其實是日本一個很當代的藝術家 也許以後那個政委也會知道他 他其實在我在1998年做第一屆台北雙男展 就是我的藝術家 喔是嗎 對對對 所以他跟台灣很深 然後他就他很可愛的地方就是 他也超級愛台灣的 其實我現在找的人都是超級愛台灣的日本藝術家 因為沒有感情其實也很難合作 當然 所以這個劉美虎很可愛就是他 他其實這一、二十年他常來台灣 就從我1998把他帶到台灣之後 他就很常跟台灣的藝術家合作 然後他自己 他自己 那個就是 會來台灣參加我們的媽祖遶境 什麼 對我們台灣的各種東西都很有興趣 很有感情這樣 然後調查台灣的生態 各方面做很多的研究這樣 然後還把我們台灣的電子舞台車 就是我們台灣特有的那個電子舞台車 他也定做了一個拿到日本去 成為他創作的一個在日本到處尋 很有心 對很有心 他也是一個非常跨領域的一個創作者 非常優秀的一個 很傑出的一個創作者 所以我就找了他 然後我跟他也是一拍即合就對了 我們兩一團 他也覺得很棒這樣 我說我們來做台灣的歌仔戲 哇他也很興奮 他就覺得那個 所以他的導演是劇本這樣 就是他寫劇本 但是找台灣的南部三團 我故意找南部的歌仔戲 台灣其實北部也有一些歌仔戲 但我故意找南部的村美秀琴 跟這些那個團 然後跟他找王永輝老師 跟就是說 換句話說 這個阿婆蘭本身他就是一個非常 也是一個很可視共創的一個 一個很新型態的歌仔戲就對了 然後呢 那個 那為什麼會叫阿婆蘭 就是因為這個劉美和他 因為我在跟他 因為我們這個主題 就是台灣鬧的主題 就是花雨祝福 這一開始我就定了 就是因為我想說 因為是奧運嘛 也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所以那花這個主題 其實對藝術創作者來講 也是有很大的想像空間 花又是一個很好的祝福 人家在辦喜事 我們當然是去給人家請 所以這個是 所以一開始花跟廚 所以我們這個活動 從頭到尾都是花就對了 可是沒想到 我開始要做花跟廚 所有的花都來找我 所以等一下政委也會知道 就是說 其實裡面很多主題 都是跟花有關係 所以我們在做台灣的 在思考台灣的那個歌仔戲的時候 劉美和就跟我提說 Apple Daddy Apple Daddy Apple Daddy其實是 就是台灣 白色台灣蘭花的學名 叫Apple Daddy 所以他真的是 真的就是蘭花 真的就是蘭花 然後他就是在我們 應該算是蘭嶼怎麼樣 他的原生種 然後可是 當然現在就是因為 你知道現在蘭花 台灣輸出是很難的 然後都是複製 在實驗室複製 進行複製 然後就變成商品 謝謝 然後當然他的這種 原生生態的狀況 也會受到很多的影響 當然 所以劉美和這個藝術家 他本來就是一個 很批判型的創作者 這樣 所以他其實就是用這樣 我們就討論了這樣的主題 我覺得阿波蘭也很好 他也很有台灣的一個代表性 這樣 所以年底的這個 歌仔戲 就是以阿波蘭這樣子的 一個主題來創作 那等一下 也許等一下有機會 可以給政委看一下 我們其實已經有一些影像出來 因為 但是這個上面說 是在衛舞 對對對 這個也是以後發生的事情 所以我本來要把這個東西 要搬到行星通去給愛演 然後我要演一個 非常當代的台灣歌仔戲 然後這個歌仔戲 又是跟日本的藝術家 一起合創 但是是我們台灣的 但是因為它是歌仔戲 所以它的語 它的音樂 它的歌詞 它的唱腔 都是台灣的 就是我們的那個 台語 當然 所以有很多台灣的音樂家 也參與這個計畫 當然 然後我們還有機器人 所以那個演出 是一個很獨特的演出 包括它的那個燈光 什麼都是很當代的 就跟日本的很厲害的 微星派的團隊 就是專門做燈光 還有我們 就是兩本 機器人是日本的機器人 日本人很會做機器人 然後我們找到 是一個日本的機器天才 來幫我們做那個 整個的機器人的演出的時候 要用的這樣 那本來這東西 我要全部把它搬到 行星通去演 機器人演歌仔戲 對對對 很突破 那歌仔戲演員 是跟那個是合作的 總之它是一個很 很創新的一個歌仔戲 就對了 結果 我就是要行星通演 那可是當然 現在就因為發生了 這個疫情之後 那當然現在就 就現在重新調整了 所以現在疫情發生之後 其實這兩年的過程 我們也很辛苦 我其實也是演了三次就對了 本來也沒想到 疫情會弄這麼久 本來想說 疫情可能就過了 就過了 就都現在還沒過 所以我們這個計畫 真的就 到最後 我在去年內地 我就跟他們講 我說不管如何 管他疫情怎麼樣 我就跟他共生共存 所以 管他有沒有過 我就是照做了 現在就這樣 我們就調整了 所以 其實這個計畫 對我們團隊 或對台灣的藝術家來講 也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為什麼 就因為疫情的關係 我們也跟著他突變了 也跟著他變異了 也跟著他變異了 所以剛才我講的 那個很精彩的 那個歌仔戲 我們現在就是 我就是會把他拿回 在魏武營的戶外演出 所以他還是要演出 為什麼 因為他不演出 他就不會成型 所以我要讓他先演出 成為一個劇了 之後 也許明年後年 如果疫情沒有 我真的還是會去 行星頭給他演的 不過那是以後的事 這樣 所以現在就改變了 所以現在 因為疫情的關係 現在這個台灣鬧 本來是一個 完全實體的一個 這樣子 會在東京車站前面的 那樣的場域發生的 這樣子的一個 複合型的 非常新型態的一個 創作壓的一個 當道藝術的一個計畫 就變成 現在就變成一個 虛實整合的 虛擬會場 虛擬會場 所以今天要拿 我們政委 就是那個虛擬會場 但是我還是保留了 去帶那個會場 去帶那個會場 等一下再跟你說明 裡面實際的內容 然後有一些 沒有辦法在那邊執行的 我們就把它變成 就虛擬會場 然後再來 本來要在行性中 發生的就變成 在衛武營發生的 的那個 就是會在衛武營演出這樣 感覺就是 跟裝置有關的 還是在期待 對 然後比較能數位傳遞的 就跑到線上去 對 沒錯 那我今天就是也是要 為什麼要拜託 這麼的原因就是 其實當時 在這兩年的過程裡面 我們不斷的 因為這樣環境的改變 因為這樣的一個挑戰 那我又不想放棄 大家也不想放棄 那最後我們就想說 那既然是 已經都是 已經是轉變成 這樣的一個時代 其實台灣在數位藝術 在多媒體藝術方面 其實我們也是很優秀 可是我們一直沒有 大型的計畫可以練兵 可以讓我們產生一個 更好的作品出來 那我就想說 好了 這一次我們就 來個大練兵 所以我就集合了台灣的這些 這些我們這些 數位藝術的創作者 像獵索啦 或者是很多 這個像什麼 什麼夢想動畫 還有這個 數位藝術協會 什麼這些 還有很多藝術家 所以就反而 這反而又創造了 另外一個新的可能性 就對了 因為我本來沒有 本來我們都實體的 可是你要知道 數位這個東西 要變成一個虛擬會場 跟一個虛擬創作 它其實 它的元素更複雜了 因為本來它是 藝術家在那邊做實體演出 可是現在要在線上 或者在結合科技的時候 它又要必須要有參與的 就沒有觀眾喜啦 大家都到台上 對啦 沒錯 實在實在都要大家參與 然後事實上 科技有科技的限制 所以在科技的限制下 我們還是能夠做出 好的作品這件事情 在科技上還是要做 很多的突破的 所以他們很辛苦很辛苦 然後再加上 我又非常要求藝術這件事情 就是藝術的美學 它的創意 它的那種獨特性 它還是必須存 它不能變成game 或者變成什麼 它還是個藝術創作者 所以他們就非常辛苦 所以我們現在就 這雲端會場就是 以這樣的概念 我們重新大整合 大練兵 所以就有了這個 新的一個內容這樣 所以原則上就是 保持肯定的那個實體 然後再來有這樣子的 一個非常豐富的雲端會場 然後最後就是在衛武營那邊 有一個腹壞的實體 就是阿婆蘭 它就壓軸演出這樣子 那到時候很可能 我們會做直播 就是也許到時候 政府也可以協助我們 因為你那麼強 協助我們看怎麼 克服一些科技上的東西 然後讓更多人可以看得到 這個是很 就很棒 因為現在就是異地公園 這樣的概念 這樣 那我現在再來回過頭 來跟政委說明一下 我們的虛擬會場的那個內容 那虛擬會場 它大概 它有三個展廳就對了 那一開始就是有個大進口 大入口 大入口的部分就是 因為我們這是花以祝福 那所以我們那大入口就是一個眾人的花月 等一下也許等一下政委 我不知道政委 給政委看了東西了嗎 等一下 等一下去看 那其實很厲害 我們結合很多台灣最優秀的團隊 像JRO就是 這次是設計我們 對 他們都很多 然後他也結合日本的KOIJRO 就是也是日本很厲害的一個創作者 這樣 那一開始的那個眾人之花的那個入口 就是花跟祝福的概念 他結合了也有實體的舞蹈 就是我們小事製作的舞蹈 就是說其實這個計畫幾乎把我們 就我們連結了很多台灣非常優秀的創作者 特別是年輕的 然後我們再結合導演再結合攝影 然後他們同樣的舞蹈 我們經過我們的攝影跟導演之後 編排出來的那個影像就完全又不一樣 所以他在 你在網路上看到的時候的那個效果 又是一個崭新的創作就對了 跟你在實體看他表演又是不一樣的 這其實我覺得也是數位藝術很厲害的 很有趣的地方這樣 所以一開始在那個入口裡面你就會 然後我們是那個是花以祝福 所以可能我現在說明 沒有辦法說明等一下你看那個影像 就是你進去之後就會有 就會看到很多祝福 彼此可以祝福的語言 然後打開之後就是有花的這個帳範 連結帳範擴散的這樣的一個概念 然後那個是一個歡迎大廳就對了 那歡迎大廳 那我本來也是在想說那個歡迎大廳的概念 因為它是一個雲端嘛 就是跟全世界包括跟日本都是這樣 所以其實它也是一個可以互相交流 互相祝福的一個地方這樣 有啊外交部最近才有個放天燈的 好是喔 就大家沒事就放個天燈 好是喔 你們等一下好好請教一下鄭偉 看那個 所以我們那個入口是這樣 然後進去它有三個展廳 第一個展廳就是音樂廳 那音樂廳就是我請李星雲就是高流 那個李星雲他們抽 然後他本來他有一個台灣人音樂會 本來是要在我剛剛講的那個Kitei 就是那個Kitei的那個 就是那個Michael的那個作品的上面要演出的 可是現在就不能去了嘛 所以我們就把它虛擬化了 所以那個音樂廳就是 就是李星雲他們台灣人音樂會 的一個音樂廳這樣 那音樂廳應該是山海跟土地 三個主題 然後它又結合夢想動畫 我覺得效果還滿不錯的 然後他們說 可能這個虛擬音樂會應該是 台灣有史以來吧 我不知道 你告訴你 這個最突破性的演出 的創作了 那因為夢想動畫 本來是我們台灣很厲害的那個 電影的一個動畫 可是它第一次做我們藝術的東西 所以他們其實也是非常的 非常的投入 非常的努力 他們也很想利用這個機會 有不同的創作這樣 所以是錄一次 然後播放好幾次這樣子 對 對 不是Live 不是Live 它會全部做好 沒有它會做好 全部做好 然後兩個禮拜之內 我們有時間段的方式去 那個這樣 那個是虛擬音樂會的部分 所以 但是那虛擬音樂會的體驗 就會跟你實際 在現場看音樂會 是完全不一樣的狀況 政委一定更了解 所以要請你代言就對了 他就是 可能有副動 有參與有什麼 然後他也透過 科技上的一些手法 讓他整個的表現 很不一樣 你的體驗會很不一樣 然後也加上一個非常不錯的導演 來那個 就是虛擬音樂會的部分 一個廳就是虛擬音樂會 一個廳就是虛擬音樂 一個廳是虛擬 一個廳是虛擬 一個廳是戲劇廳 那戲劇廳我們就找了 一個人民落日飛車 這落日飛車其實是台灣 一個新的 是一個蠻年輕的一個團隊 叫曾國宏 然後一個張宏泰對不對 所以都是也是 都是做音樂的音樂人 跟那個影像的人 然後他們做了一個傷痕之圖 就是一個也是一個 非常新創的 的一個影像作品這樣子 那個作品也非常精采 非常有趣 他有點在回應 那個阿婆蘭的主題 但是他用他們 另外的不同的方式去表現這樣 那裡面的音樂也很棒這樣 影像也很棒 就是以台灣為主題的 的那個戲劇院這樣 然後一放映 第三個廳是放映廳 放映廳就是 虐手 是虐手不是 虐手 虐手負責的 就是台灣草 台灣草的那個概念 然後他們裡面有 會放台灣的動畫 跟錄影 錄像 還有 短片 就是說 換句話說 那放映廳我也可以 我們也把一些 台灣現在當代的一些 比較年輕的創作者 不管是動畫 畫錄像或短片的創作者 我們大概有做了一個策展 所以他在上面 他就可以 就是這兩個禮拜 他們只要照著我們的時間表 全世界人都可以 在我們的放映廳裡面 看到我們台灣 跟於隨選的啦 他想要看什麼就看什麼 是這樣嗎 有場試表 有場試表 所以進去所有人都看一樣的 OK 然後他看的時候 看到別人一起看是不是 對 對 好 這個是我們的虛擬展廳的概念 就有一個虛擬會場 是在這裡 然後再回到那個 我們原來 我剛剛一開始講的 那個吉田的那個會場 就是那個 郵局的那個地方 那郵局的地方 就是那個中廳 那中廳很厲害的那個 可以給政委看一下那個 我都用嘴巴講 都沒有給你看到 沒問題 沒問題 那個喔 那個吉田的那個部分 走 走 再來 好 這樣子 阿對 沒關係 沒關係 就這個地方 其實這個就是 他住的很大的內留區 他裡面就是這樣 我們就是用他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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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他的一個總體 然後為什麼我選這個空間 因為這個 從上面看下去超級美的 這個 這個就是他入口 就是吉田的 那這個 這個作品是 這個日本也是 建國界非常年輕的一個 非常棒的一個 那個 跟他們合作 那因為這個作品本身 有一個很大的特色 就是我希望它不是一個 它不是一個平面的作品 它其實是一個空間 它是一個空間 它是可以讓人進去 可以使用 因為它是一個公共空間 然後每個人都可以在那邊 去休息打電腦 談天那什麼 它還可以變成舞台 可以變成什麼 那是用台灣的發布去 一個辦喜事 對 然後是 麥可本來就是 麥可 這是麥可的icon 就是他都是這樣 可是他就結合了那個 那個 那個 日本的那個 所以這些都是家具 就對了 然後這些家具的製作 也是很大的工程 然後 然後就是 這個完全都是可以拆卸的 可以組裝的 然後就會在現場像這樣子 它可以做成 任何一個 我們如果要演出 就變成舞台 它上開就變成是一個 可以休息的空間 或是什麼之類的 的部分 然後這個東西都是在日本製作 是日本的 職人去畫 因為 麥可的這些東西 都是用手繪的 不是Primed 這樣子 所以在這個 那個State的這個 這個Adoleum 就會有這個作品在那裡呈現 我想像 應該會很壯觀 就是 會整個弄出來之後 大家都很想要去高的地方 然後你從高看下來也可以 然後你又可以進去 然後那個場域就是 人是可以參與可以使用的 可是它又是一個藝術作品 它跟平常的裝置 或街道家具是不一樣 它是一個藝術作品 所以 應該會很有 然後 就剛才講的這個 這個intermedia deck 這個就是 我跟妳講 樓上這個 博物館的這個空間 那這個空間就會做 李明偉的作品 李明偉的如實取淨這樣子 那李明偉的如實取淨 其實是掃稻谷的概念 掃稻谷 它其實這個行為 本身就是一個內在心靈的過程 可以這樣講 其實就是你的 花開花洩 花落的那樣子的一個過程 一種新進的一個那個 那 那這個作品 會在這個 會在那個 博物館裡面演出 那現在 還有一個比較特別的地方 就是因為現在又因為疫情的關係 所以我們藝術家都不能 不能去啊 所以我可以在那邊裝置 可是藝術家不能去的怎麼辦 我們開幕的時候 就是成武 就是蔡柏城 他的那個浮花的作品 會開幕特演 可是呢 他釋放原始嘛 就是說他人沒有去 可是他把 所以現在我們都在線上練舞了 那是日本的舞者 在跳他的舞 這樣 那這個也是一個 新型態的交流合作方式 因為現在疫情 所以其實我們這個活動 因為這是一個太大型的東西 然後太複雜了 然後太多東西都是 都是共之共創 可是 如果沒有疫情 已經很辛苦了 現在遇到疫情更辛苦 因為我們更不能 簽名不能討論 所以所有事情 都是線上討論 線上交流 然後像這樣子的 舞者在演出的時候 我們就是釋放言實馬 然後他那邊 演我們這邊看 然後都是用線上在議員 沒有時差的 要不然就不能睡覺 沒錯 所以這個是開幕的時候 也會有這個東西 就是10月30號 我們在東京開幕的時候 會這樣 然後剛才跟政委談的 這個雲端會場的虛實的部分 這樣 這個就剛才講的路口 這個眾人之話 也許等一下你可以看一下 那個影像效果還蠻不錯的 然後台灣人的音樂會 虛擬音樂會的部分 然後姐妹花子之類的這樣 這個剛才就講放音片 臺灣草的概念 就會有很多 比較臺灣年輕的 演出這樣的作品 所以這個部分 就是很希望等一下 政委可以幫我們 你從你的這樣子的 專業的角度 就是臺灣在這個部分 藝術結合科技跟數位媒體 這樣子的一個 一個新型態 也不是說新型態 就是一種 打破空間跟時間的限制 對對對 然後其實很辛苦的 我們的團隊真的有過辛苦 因為我自己做藝術做那麼久 我都做實體的 實體我可以 我可以控制 我發現這個虛擬的東西 好辛苦 因為太多科技上的問題 不是你一下子就可以解決的 所以他們要建構那個基礎 就很辛苦了 然後要達到那個效果 也是很那個 更不要說藝術跟美學 實際的空間限制 物理限制 我們要打破空 對沒錯 真的是很棒的一個 不容易 那這個就是剛剛跟你講的 那個 郵美和跟那個 就是我們講的那個 二五營的那個 阿波蘭的演出 現在其實就是 都在進行這個部分 對 到時候會是這樣 好 那這個就是 這個是可能 大多巨城會是這樣子 我們用那個 我們用那個 那個衛武營外面的那個 腹壞的線 這邊其實是草地 可是到時候我們 我們會變成一個 非常奇特的一個 一個空間概念這樣子 就整個都是大海的 的概念這樣 這邊是山這邊是海這樣 然後演出 然後人是坐在這個部分的 然後這個 我給你們看一下 這個就是我講的機器人 所以我們的演員 會在這個上面 他是會動的 他是會動的 然後再來就是 這個是我們現在的 服裝設計的 的那個 你們沒有那個 劉美和的那個 那個影像的那個 那個影像還滿強的這樣 總之 就是這三個部分這樣 就是然後從10月30號 我們在Kitei開幕 實體開幕 同時我們的虛擬就會上 虛擬跟實體是一起的 就會一起上 然後就10月30號開始 到11月14號 兩個禮拜的時間 然後之後就是12月底的 那個阿婆娘會在我們的衛武營 去實地公演這樣 然後在這個中間 就10月30號到11月14號中間 會有一場talk 是屬於鄭偉 一個台灣talk 就是鄭偉 你跟那個日本的一個 一個女性 八十六歲的女性 有 那個我以前在蘋果嘛 那個Tim Cook也有 對對對 沒錯沒錯 幫他宣傳過他的app 那他超級 他太幸運了 可以跟你那個 然後當然這個主題 我是覺得也不錯 就是 這個其實是我們跟日本的 一個媒體合作 日本媒體叫做 《未來預報社》 他也是一個日本非常年輕有創意的媒體 然後他們這個媒體 都在談 未來未來未來的概念這樣 所以他們策劃了 他們其中有一塊就是 他們策劃很多東西 這次我們的這個活動裡面 就我們的宣傳行銷 是他負責其中一部分 那其中台灣talk的部分 他就覺得 如果是政委的話 跟這個苗 我跟皆さん可以那個對話的話 就是再談這種 因為以後的 因為日本早就已經高齡化社會了 那在這種高齡化社會 這未來一定會越來越嚴重 那台灣當然已經馬上要 也要步入這樣高齡化社會 所以對一個年紀 就是高齡的人 怎麼樣熱靈就對了 就是說 他還是可以活得很有 很快樂很幸福的這個方式 當然苗 他就是與時俱進嘛 他就一直隨著那個 他也非常這樣事情 沒有說我連老了 我就什麼都不懂 什麼都不會或怎樣之類的 所以也許就是政委可以跟他 我相信你可以跟他 這個題目是我跟他學習 我還沒有第一手經驗 他曾經四十歲過 我沒有他四十歲過 沒錯 很好 所以我覺得那個部分應該會很精彩 他們都很期待 所以這個也是要拜託政委的部分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剛剛 我們那個虛擬展廳的部分 就當然政委了解一下 我們這個台灣鬧這樣 那我是覺得 因為這個應該是台灣有史以來 最大型的一個國際交流的藝術計畫 它是Found Us 就是它還是比較是藝術型的計畫 所以我們也做很多交流 就是各式各樣 但是一個比較藝術型態的藝術計畫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它是一個共之共創型的計畫 也是一個滿那個 所以這一次我們就有一個重點 就是共解一朵凡聖之華 那所謂的共其實對我來講 重點是那個共 那共在日本話叫Tomo Tomo就是一起的意思 Together就是我們一起來 那我覺得現在這個時代 其實就是什麼都要共就對了 奧運都改了它自己的用詞 本來是Better Faster Stronger 今天就變Together Together 對對對它也叫Together 對沒錯沒錯 也是因為疫情的關係 所以人類就發現 你不能獨散其身 不能我好 我好你不好 那我們就還是都會受影響 到最後大家都不好 大家都不好 所以就是一定要共生共榮 共存 共好共有這樣子 那我們就共之共創 共創這樣 所以我覺得共解一朵凡聖之華 就是只有它的一個 所以我們的題目叫共解一朵 雖然它的主題叫花語祝福 然後共解一朵凡聖之華 就是一個主要的一個核心概念這樣 大家一起來追求一個更美好的未來 非常棒 所以要拜託鄭文 那我是覺得 因為我知道你在日本的影響力 是超級大的 所以當然你能夠協助我們的宣傳 一定是對這個台灣老是非常大 盡量使用我 好 太謝謝你了 你逛了 隨便怎麼用 他說的 我沒有肖像權什麼隨便 隨便用 用在哪裡都可以 太謝謝 所以我覺得這樣應該會很有加乘的效益 就是把台灣鬧這樣的意義讓大家知道 我覺得應該對促進台灣跟日本 因為本來現在兩國的關係也是還蠻不錯 非常好 對 因為特別是疫情這段時間 他們也幫了我們 以前我們幫了他 所以彼此之間 那現在其實說在政治上 在軍事上其實大家也都要合作 所以我是覺得這個部分就是 就是這次我們當然是用比較藝術跟文化的這個 可是我就是想打破日本人對台灣的那個既定的概念就對了 那你的角色更不用講 因為你是非常高科技的 他們也是非常羨慕的一個那個 再加上我們現在當代藝術這樣子的一個概念 希望 也希望讓日本人對台灣改觀 本來我就是要去嚇嚇他們的 但是就是說讓他們也覺得 台灣其實是一個什麼樣的國家這樣 不是他們原來想像的那樣子的一個 如果虛擬非常好處就是他沒有人數限制 所以如果宣傳做得好 能夠碰到的人可能比本來還多 當然就是這樣 對啊 因為你如果實體的話就整過來現場 對啊 一次就那麼多人 對啦 對沒錯 那虛擬當然就是大家都可以 其實也不只是台灣日本 全世界也是都可以 所以如果我們宣傳得好或做得好 大家有那個的話 我相信那個處境就會多 就會更多人來參與 真的很棒 很不容易 謝謝 他們都很辛苦 他們都沒話沒話 辛苦 難度很高 因為全部是共資 基本上都共資共創 所以那種特別遇到疫情之後 那種互相的這種溝通 平常要溝通就很困難了 藝術創作的溝通會更深 更那個這樣 所以遇到的挑戰跟那個是更多 但是我覺得也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就因為這樣 因為你一定要克服你才有辦法產出作品 所以看起來是還不錯的結果這樣子 把那個技術的極限的這些問題都解決了 對沒錯沒錯 對彼此都是新的經驗就對了 新的挑戰新的經驗這樣 所以還滿 還覺得滿有意義的 非常棒 謝謝謝謝 辛苦了 不客氣 滿感動的 謝謝 說明 好 到時候怎麼玩 好 OK 一起展現給老師 所以 現在要這樣 好 我是聶索的小宇 對 那我們聶索這次是 很高興可以跟加入商人道這個專 這個雲端展廳的規劃跟設計 對 那我們這次整個雲端展廳是 用遊戲引擎去規劃製作 那我們希望能夠降低大家使用的這個門檻 所以我們就使用了雲端蒜圖這樣的技術 嗯 那我可能可以先簡單的示範一下這個操作 謝謝 我先試試看 好 因為一般日本的觀眾大概不會有你在旁邊講 對 因為前面有一個教學 OK 那我們就是希望透過這個雲端蒜圖 現在很火紅的這個技術 那就可以讓一般的民眾 甚至它普通的手機也可以 對 就各種裝置 那也不需要是電子的電腦 對 沒錯 OK 那我們這次規劃就是 首先這個是JL設計的一個大廳 對 那就融合剛剛提到的 這些祝福的文字的意象 還有一些花瓣的意象 這是由JL去規劃 對 那點擊螢幕就可以去觀看這些祝福文字 這些文字都是大家在後台 不是在後台 就是在觀眾留言後 我們透過處理之後把它整理上去的 對 所以我在哪裡可以留言 這是透過一些活動 在我的臉書 OK 不能在這裡直接留言 這裡不能打字 這邊是已經上好的 對對對 是透過其他活動 我們蒐集來的資訊 OK 那點擊這些祝福影片之後 影片會展開 就是JL他們去規劃的一些 眾人之化舞蹈的影片 對 可是我們要先 鄭偉已經進去了 他已經進去音樂廳了 對 目前進來這一廳就是放映廳 對 那這個放映廳 就是我們團隊規劃的一個 我們希望可以讓觀眾共享共感 一起看影片 一起看錄像作品的一個廳 所以旁邊如果有別的觀眾 他會變小球還是怎麼樣 對 就是我剛剛其實已經在跟你同一個空間 對 了解 然後你現在如果是在放映廳的話 我也可以去 就是去找你 那我跟你 就除了看得到你的顏色之外 有什麼互動 就是目前就是 就是設計看得到了 OK 旁邊有人站而已 所以我也不知道他是不是機器員這樣 對 是不是維塔算出來的千億萬嗎 對 那這個放映廳我們就設計了這個 它有一個天色變化的系統 所以在觀眾在任何時段來看 如果他晚上來看 就會進入一個晚上的放映廳 對 先進的跟疫苗一樣的排隊系統 對 我們用排隊系統 要等一到兩分鐘 看會不會跟我們的排隊系統一樣準 我們這個DEMO的這個畫面 是我們最近先趕快整合出來的一個版 因為我們現在很多步驟還在整個環境 所以 有一些局部的功能 我們必須要用 別的方式去DEMO OK 這個Together是你們的 對 故意的Slogan Together 就是兩個地方 兩國這樣 OK 就是共結一朵環生紙 就是雙方共結一朵環生紙 對對 雙方有Two的環生紙 好 那我如果用手機就會想講 就是我也可以看到那個電影 然後這邊就是放剛剛講的就是 會有錄像 短片跟動畫這樣子 那當然你在這裡可以就是自己去 選擇一個觀看角度 那當然我們還是有做一個全螢幕的一個功能 就是你可以點了以後 它會可以全螢幕看 對 OK 請我同事開放一下 這個是一開始的嗎 雲端會場 對 這個是雲端會場一開始 這是一開始的 我們疫苗系統也應該弄點動畫 等著說比較耐心 我們還有放音樂 但我忘記這一版 聲音 對 你的有聲音嗎 對 聲音我們現在還在整個中 對 我們要請JL也是幫我們做一段聲音 對 然後剛才打進去的那些 我覺得小四的那個舞蹈 可以看得到是還不錯 對 OK 所以這就回到這一開始 好 這到一開始 所以你剛剛講tutorial就在這邊 對對對 OK 然後這些tutorial這些都是有三個語言可以去看的 那我們現在其實還在做一些更進階的教學 會讓使用者體驗更深入 所以在之後正式上線的時候 在進入大廳的幾個步驟裡 其實還會看到其他的 互動性的運動 互動性的運動 OK 那操作剛剛就是說點擊地面可以移動 所以那個色卡必須要一定的距離才能夠點到 對 沒錯 我們沒有設計整個大廳可以做 他是在這個彩帶的 彩帶區域 對 然後點進去 了解 對 那音樂廳我們要看的話要透過另外一個方式 因為音樂廳是流夢想通話製作的 然後他們的檔案的量非常大 因為他是45分鐘的表演 所以我們DEMO的話先用另外的方式去DEMO 但是實際上上線上 實際上是可以的 是可以就雲段酸圖 現在還沒上完而已 工作日程還沒有 因為他們還在製作還沒FINAL 所以他們還沒有辦法給我們一個最FINAL的表案 對 OK 那另外這個戲劇廳是剛剛提到 由飛車的曾國宏還有張宏太 他們去指導的一個改編六媒合作品的一個 一個虛擬的作品 對 對 稍微有點 兩個Affordance 顏色一樣 對 啊想要點一下 想要點一下 因為我們其實有稍微考慮一下 比如說使用手機的人 他就會這邊這一手就很容易去點那個前網 當然就是我們需要做一點取捨啦 對啊 嗯 我沒有理解了 我沒有理解 我沒有理解 你給我看什麼就什麼 都不知道要怎麼進化 這樣子 對 你可以有個滑瓶飄過來 對 對 引導他 按著臉 現在看得到三魂之圖嗎 對 這個這邊我們要設定一個東西 不好意思 嗯 嗯 因為現在成員們還在 嗯哼 今Virtual開場 Demo 真的嗎 那這個廳的體驗它是一個 單人的很沈浸式的體驗 那這個廳就比較不是 很多人一起觀看 歌廳有不同的方形 這是很年輕的藝術家的創作 做聲音的跟做影響 嗯 對 這個demo會有多長 呃 其實可以看 22度 對 22度 但是還是可以改 對 它不是一個Render好的影片 它是完全即時 在遠端的生活面數 再重點一下 嗯哼 所以觀眾是保有一定的 所以它是有點好像180度 對不對 不是360 不是360 對 對 這個算是在 嗯 這個算是在 對 聲音是有的方式 對 spatial body 非常有的 嗯 對 我們最低的音樂感 認識很重要 對 對 那這些音樂說 以前的 room 音樂 是在 音樂劇 音樂劇 對 音樂劇 是 所以是你們自己重排 不是說用文化部那些典運 哦 就全部都自己重新做的 全部都是藝術家原創的作品 真的不容易 他們完全是藝術家自己 從聲音到影像 對 就是我們跟導演那邊討論 那我們是 以視覺藝術團隊的方式 幫導演去 一起討論 執行出這個 內容 三魂是說他有三段嗎 就是 三魂是人的三魂 哦 OK 就是導演他有一個 轉譯 阿不然 腳本的一些想法 加劍 三魂七魄的三魂 對 他想像就是人 從出生到的經歷 死亡的一個輪回的過程 對 那 就雲端蒜圖這個 技術可能就 比較多考量到網路 環境的這個關係 對 所以就適合 Wi-Fi環境 跟居的 手機環境 這樣 這一個 互動串流的體驗 對 他所有的影像 都是在台灣拍的 嗯 對 這都是 台灣的Yamanu Nakano 去台灣的森林掃描 這樣子 所以這個就不是通知 我隨時回來 Yamanu Nakano 對 那剛剛那個電影院 是 我可能會在一般進場 這樣嗎 對 沒錯 電影院就是依據時刻表 它隨時自動在播放 就好像你走進一個美術館 放一聽這樣子 它已經按照時刻表 還好是在播放 對 那為什麼是後面那樣子 就是說因為大部分的人在網路上面互動 都是像現在這樣子 嗯 就是進去是從頭開始嗎 對 對 因為放一聽 這個聽聽 它比較希望它 是一個個人 曾經在那邊享受的一個作品 但是放一聽我們希望它有一個 共存在共享這樣的方式 所以 比如說大家一起看好這個片段 一起去電影院看電影院的概念 對 所以就可以約好一起登錄 然後 你就會看到對方的光球 我們一起走到放一聽去觀賞這個作品 理解啊 但是這樣子你每十分鐘放一次也可以做到這個樣子的狀況 嗯 為什麼一定要每兩個小時放一次 嗯 主要是我們的音樂廳燈放電影院其實都是有時刻表 對 音樂廳的音樂家其實是希望營造一個跟實體音樂會一樣 你必須要在特定的時間來跟大家一起看到一樣的節目這樣子的一個效果 不過我理解 一個實體的電影院它也可以有十個廳嘛 對 那每個廳它就是每十分鐘就有播放 其實大一點的商業電影院都是這樣子的 就是它不會讓你每兩個小時才能來 那個是很小型的藝術電影院 它只有一個放影廳的時候才是這樣 所以我剛剛不是說為什麼用時刻表 我了解為什麼用時刻表 對 就是為什麼是用這種小型藝術電影院的時刻表 而不是大型商業電影院的那種時刻表 讓觀眾有更多的選擇 對 就是他隨時進去他都會拍照 我們只是也只有一聽 對 但是在這裡面你要做出一百聽多很容易啊 一聽你多 這是你的設計 就是這是你的選擇 對 我只是想問說為什麼要做這樣的選擇 對 是幾個 應該是五雲我覺得 我們展覽的概念是要多人共感的 它的特色在於其實是多人連線 就是我每個人上去都是在同一個空間裡 對 那我們在每個廳的時候 其實會做一些區別沒有分享 放一廳就是我們做出三種不一樣 放一廳就是大家都可以一起看 音樂廳的話就是 就是 器具廳想要不來就是個人體驗 因為我覺得這個會跟導演的想像是一些什麼東西有關係 像這廳的導演他就想到我就是一個非常個人的體驗 他也想要有個人的部分 他就會做一個結合 那就會讓我們這個整個展規 他有各種不一樣的體驗方式 他可以多人 他可以單人 他可以多人加單人 這樣子 這是我們做一個這樣子大型音樂廳的會議 OK 大概了解你的意思 對 所以就是說你是很有意思的 不是他去音樂廳 然後他選很多個可能的片單之一 不是 然後選相同的人再到相同的環境 你是希望真的有人看到一半有新的人進來 對 的這種感覺 雖然在一般音樂廳其實不會這樣 但是 總之就是你本來就是intentional的 By design OK 這是很有趣的一個想法 他等於是本來沒有稀缺性的地方 你用程式碼硬加了稀缺性上去 對 那但是一般音樂廳其實除了前十分鐘 大概也不會有人中途進場 所以這個又是比一般的真正的音樂廳 又更自由一點點 就是可以隨時進來而不打斷你的情況 所以會怎麼樣 沒有意思 那音樂廳的話 要透過另外一個方式來觀看 他這個點雲 就是這種碎塊 這個是故意的嗎 對 因為導演他希望呈現的是 一個人他記憶中看到畫面 那我們當然記憶中 就不會是這麼的固態 對 其實有嘗試過這種比較固態的建模感的模型 但那個質感其實反而不太對 那我們也看不出來 它可能是一個真實存在過的地點 或是才是記憶這樣子 所以這個就有點像是我記憶中的幾個影像先疊起來 對 然後我再在裡面穿梭 這樣子 OK 這其實點雲很有意思的用法 對 這些都是真的假的台灣的妙 對對對 因為你如果是固態 就會有一種我撞牆的感覺 我穿牆的感覺 對 所以這個是比較自然 對 而且這些建模的東西 不管我們今天再怎麼進去 其他質地是有差 對 你就看得出來 這畢竟是一鏡一幕 怎麼可能一樣 對 OK 了解 那我們開音樂廳 我們先暫停這個 我現在開始了解你說不是GAME 對 就是這個藝術家的控制權很大 Sorry 玩家沒有什麼控制權 沒錯 哈哈哈 呵呵呵 呵呵 呵呵 呵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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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不要開個舞蹈給大家看一下 好 好 那我現在開了另外這個版本 好 就也不是最新的版本 哦真的 好 好嗎 所以它為了這盞花瓣很好 這邊是小獅子做編排的一些 以花道為靈感的一些舞蹈 這是台灣的舞蹈 這是台灣的舞蹈 台灣的舞蹈是台灣的映像 但是開幕開幕的時候 那是日本的電視 我覺得對人連線其實 它會創造一個蠻有意思的狀態 其實就算我們工作室的人 大家已經很熟悉這個環境 但在我們一起測試的時候 大家互相看到對方的小圓球 一起進來的時候 其實還是會有一種很特殊的興奮 對我是覺得蠻有趣的 那點旁邊就可以先回到打聽 所以它同時只會有一部在播嗎 同時好幾部 對 比如說你可以看到其他人 他正在看這部看這部 這些就會被掀開 那他們找了一個知名音樂的人 王希文去設計這個音樂 那他的一個設計有趣的是說 每一部影片它都有一個獨特的配器 一個獨特的樂器 所以當很多人一起在看的時候 會自動組織成一種交響 對大家一起即興樂音樂 你現在沒有不好開好多個面 給大家看 對 他剛剛有手機 手機可以 另外一個人 OK 但是我想問的是說 那如果我現在去點別人的球 我跟他就是只有相互位置的關係 對不對 我沒有跟他有別的互動 對目前是沒有 有一些也是 嗯 可能 技術穩定度等等的考慮 但是這些其實在未來 絕對是可以自行的 我們也有討論過一些 比如說碰的時候 可以變色 有些火花 對啊 可以形成分子 沒有 哈哈 有時候看分子 就是大家對於這個 反應的一些設計概念 你不會把它做得太遊戲 我知道 不然你就放單面就 瞬間變 一秒變Niko 我們別的案子就是有做多少 就是可以做 但是就是還是靠兩半的那個 對 調性這樣 其實因為這是光大廳加上三天 就整合了非常多的團隊 一起來的執行 然後規模蠻龐大 這個溝通成本是 極數性的 如果裡面每個部分都是你們自己拍的話 也許 了解 那不錯啦 蠻順的 對 對 然後 現在 踏出了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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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大概要選 我們去看一下音樂廳 音樂廳蠻大工程的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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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是演唱會、劇場、演唱會 我們音樂聽是一個夢想動畫去執行一個貴族 很大的一個作品 因為這是我們的測試吧 我們今天用我們跳的方式 跟他載入一下 他們做得很豐富 還可以現在這個新的版 還可以換一個你的球的顏色 他們有拓旋的顏色 那為什麼不在大廳就載入 你說 預載入 理論上剛剛那十秒是我在大廳就可以幫我載入 有一些部分已經有載入 但是如果全部都要先預載入的話 在一開始那個落頂會太長 所以我們有中間的品質 有一些取捨 對 聲音可以大一點嗎 這是音樂廳 從頭一下 這個是最一開始 對 其實也是一樣 視角是可以互動的 那個球就代表我們了 代表我嗎 對 代表玩的人 你看的地方 我看的地方 OK 對 然後他們夢想中間 他們也是透過一個深度上的方式去捕捉 對 舞者的一些表演跟身心 對 就是一直在思考一些比較 新型態的展演的方式 比如說舞者是 表演者 歌手 等一下會有歌手 真的 這是音樂會 歌手會出來演唱 有沒有各有黃塵 都是台灣的山 哈哈哈 你說不要變成 某座山 對對對 不要說變成黃山 要變阿爾卑子 我想都還在努力做 這個是聲響嗎 不是 這是哪一團 故事島 故事島 故事島的 我知道 樂團 因為這聽他現在 這一版的內容 大概只有50% 50% 還會更好 還會更好 可以腦補 腦補最補 可是他們的導演 還在目前 努力在調一些運鏡啊 還有一些那些錯像 可能有些地方會 他們就是還會在戲弑 嗯 然後你說 我如果跟別人約好到這邊 我看到別人會是什麼 他在中間 大家比如說每一個 每一段 他總共分三段 在中間都會有人 有點像 他們的概念有點像 上車跟下車 就是我在這個Journey的時候 是跟自己一個人看 可是他某一個橋段的時候 會下車 然後大家一起步動 然後步到一半 我進來的話 我會一下跳到第二個 會會會 會會 會會 對嘛 所以我會跳到中間去 不會像我們剛剛有一顆路這樣 那條路就不這樣 我就一進去就是在這裡 對這樣 OK 他不可能從頭看 OK 好 嗯 所以他們就要看全部的話 就要照那個時間點進去 所以他等於就是 每一秒進去 都得要他可以Orient 就是他都要知道 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情 OK 我們在外面的門的時候 會顯現正方式 對 但是他不會 你不會擋他 對 如果是真的音樂會 你就會擋他 我們其實有考慮過 就是要不要擋 但是又考慮到說 萬一大家真的都沒有準時來 因為很多人被擋在外面 對 對 因為很想要大家都可以看到 所以他們就從中間看就對了 不會從頭看 從頭看 就要照我們的時間點進來 對 就是這個要取 就希望他看完一半 又就是 把前面那半 繼續待著 但他下次可以再補前面這樣 OK 我們今天只看這個嗎 還有另外那個 其他的有沒有 今天是只有這個 我們要看嗎 你要拍照 差不多了 好不能一直看下去是 不是要五點了 好 要會看 可以看到了 那 這個只是其中一場 我們有三場 沒問題 我要完全度非常高 其實真的 已經很不錯 那我們拍攝 5 4 3 2 大家好 我是唐鳳 數位政委 台灣 持續以數位科技 推進開放政府 社會創新 和青年參與 增加政府對於人民的透明度 還有社會 互信 以台語藝術交流 共結一朵繁盛之花的 台灣Now 也以望向未來的精神 搭建了一座 雲端會場 Virtual Venue 這裡是一個近未來的創作空間 一個新的世界觀 和數位自然的想像 與實踐 現在歡迎你和我一起進入 台灣Now的雲端會場 首先我們來到雲端會場的大廳 眾人之花 在這個虛擬花園當中 我們即將轉換成虛擬的分身 透過多層次的虛擬場景 跟多人同時連線的系統 進入前往三個展廳的路径 一起體驗 共存 共在 共感 台灣人音樂會 串聯海洋 山脈 土地 由台灣民謠 原住民 跟客家音樂 共同編織這座島上 不同族群背景的生活 和故事 用這座島嶼的聲音 來表達台灣誠摯的祝福 與感謝 三魂之圖虛擬戲劇廳 創發自阿婆蘭 Aphrodite 對宇宙 歷史 文化 動畫 和短片 展現台灣在 傳統和當代碰撞之下 年輕創作者的多元實踐 台灣Now 10月30日到11月14號 只要掃描QR Code 就可以進入這個 期間限定的雲端會場 在虛擬之中 在虛擬之中體驗新的未來 好 OK